很久没有开枪华为的机器了 因为确实没什么性价比 今天这个机器呢 是你们首发的时候就点名了 5月16号我就下单已经买了 首发的时候 现在都已经两个月过去了 一直放在这里 不同于手机 电脑的配件价格非常透明 电脑这个品类也是红海 如果想做出溢价来 除非它这个模具特别好 那就先看看 配置是英特尔的奥兽5 16G内存512固态6099的价格 6099为什么不给一剃呢 机器是我自己掏钱买的 不是广告不是掐饭 不是厂家充值以后 吹产品的喉舌 包装箱比较轻 第一感觉还行 很传统的华为的A面的样子 银色 A面边缘都是圆弧 没有一点点颗手感 D颗的样子正常 边缘有一点点刮手 出风口在转折的缝隙里 是比较传统的设计 右侧一个A口 左侧两个USB HDMI耳机耳机耳麦口 一共有三个USB 少了一点 脚垫在桌面主力感一般般 单手开合勉强可以 屏的开合角度 机层的刚性正常 但是有一点点形变和声音 屏算是四面窄边框了 挺好 电源键有明确的段落感 挺好 键盘的手感正常 触摸版的手感 一般般 屏和C面的边缘 也都没有个手感 外观非常传统的华为越范 电源设备器65WC口 对性能有点担心了 190克机械1320克算轻的 对于厚度有一个感性的认知 不算厚 永远提示 internet连接断开 什么情况折腾了好久 进来了 主题是黑色 不过这个屏并不差 CPU是四个大核 十个小核 二级缓存14兆 三级缓存18兆 内存是三星的颗粒 16G的6000 硬盘是悉数的SN740 512G 五线网卡是intel的X201 你如果是3999 那给这个五线网卡没问题 你是6099 有点说不过去 主板的BIOS是3月29号的 他所谓的AI空间 是好多AI的软件集合在这个里面 控制台里面有一个性能调节 我会全程放在高能模式 这个屏应该是合辉光电 是2880×1920的分辨率 120赫兹的刷新率 并且它是有触屏的 看没有 触屏的使用场景 在Windows上其实一般般感受 但是结合他手机的投屏 就会增加他的应用场景了 核显示112U 没什么问题 USB口少一些的插着电源 插着移动硬盘 就只能拔掉手标 再插U盘 硬盘的背光是白色 显卡驱动也更新了 CPU的PL12是45.6瓦和64瓦 CPU最重要的跑分是 223多核十分钟 只有11742很差 不过战略6同样 CPU还更差一点 低13%差的无止境了 已经和荣耀的 R5基本打平 但荣耀那个机器 才3000块钱左右 荣耀的同样的CPU 高19% 这个差距也比较大 就是同样的一个CPU 上下的差异非常大 MD的8845H 高39% 也高的比较多 U7高41% U9高53% 最右边最高的是 台式机的R5 高一倍 显核的跑分1609 是这个CPU的正常表现 虽然不多 但是也是同型号CPU里面 跑分最低的 荣耀的同样CPU 高4.3% 最右边是台式机R5 高板是22 首先设置肯定没问题 然后软件 现在R24跑是705 也比较低 这是CPU的全部跑分 不过想来 这个机器 毕竟才1300多克 连续跑三圈拉R15 最大值 2130是没问题的 但是很快降到2000以内 最低是1763 差值达到了366 差值大是不好 就是性能降的比较多 我把电源模式改成平衡 并且它的性能控制台 也是平衡模式 屏幕亮度最高 循环播放视频 一共播放了5个小时20分钟 谈不上好正常水平 用华为原装的电源设备器 最高可以充电到67瓦 用拯救者的135瓦 最高可以到一百零几瓦 这是内存和缓存 反正也够用 鲁塔斯的新版132万总分 CPU63万 老版的跑分CPU19万 核显12万 3DMark核显跑分是3188 也偏低了一些 同样的CPU华社无畏是高8.5% 不过还好有占地6电底 占地6低4.8% 同样的CPU MD8845H的核显低11% 但跑分只能代表跑分 英特尔的U7的核显高19.4% 台式机的3050高61% 6500XT高54% 接触黑盘的跑分没问题 不插电的CPU的跑分是10067 降低了14.2% 对英特尔CPU来说还好 但可CPU刚开始64瓦 温度已经上到100度了 才开始50秒左右降到了44瓦 并且电池在放电在8瓦左右 那么电源适配器给小了 性能释放也不会持久 CPU的频率不一定 你们只能看截图或者视频 考骑了8分钟 可以保持在43瓦左右 84度CPU的频率 2.6G 3.6G 3.1G 完全不一定的 环境温度24度 双烤CPU频率已经降到了1.0和1.2G 1.3G了已经非常低非常低了 但是核显的频率可以保持在2.2G 这个时候电池会有7瓦左右的放电 睡早了 烤机了很久 现在电池电量56% 其实也不是问题 对于轻波本来说 核显频率2.15G 78度的CPU的温度 CPU频率1.0G和1.2G 1.3G都有可能 噪音不大 很正常的煞煞风声 人的位置50.4分贝 等约是环境的背景噪音 机身上51.6分贝 操线板上66瓦 好机热成像 左边温度会高一些 华为也做了好多年 笔记本了 左边的万兔温度反而会更高 这就有点奇怪了 单考核显2.2G的频率没毛病 但是电池还是有34瓦左右的放电 我换了拯救者的135W的电源适配器 现在没问题了电池不放电了还在充电 性能没有变化 拆线板上是80W左右 挺有意思的 有可能和供应有关系 也有可能和成本相关 AI绘图可以用 但是我用的是AMD的包 所以体现不出它的性能来 我把图挡住 这个时间不能做数 将近三分钟了 可是工厂转换视频用的CPU的模式 161秒完成 这是实打实的CPU本身的性能 这个速度不好 只比荣耀的3000块钱左右的R5块一秒钟 但是还好有一个非常差 非常慢的一个战略6在后面 慢28.57% 荣耀同样的CPU快13% U7快24% M1的R7快25% U9快36% 这个好很多 台式机的R5快将近一倍 勾选了GPU加速以后 核显有占用 41秒完成 战略6还是垫底 SyncBook同样的CPU快17% 台式机的3050快22% 简映现在用的人非常多 包括我们的视频 也是简映剪辑的 CPU占用在30%左右 核显已经占满64秒完成 速度非常快 这种速度的提升 必然是简映的优化所导致的 SyncBook同样的CPU慢46% 占66慢了一倍多 1万多行电子表格转换 自体CPU的频率在4.03G左右 4.0G左右 很快降到了3.07左右 59秒完成 是横比的机器里面速度最慢的 荣耀的同样的CPU快15% 也就是快9秒钟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可能不会太优感 还不错 而且这个触屏可以控制页面 屏幕亮度 很多触屏是有网格的 可以隐隐约约看得到 这个上面没有 这些内部典型的一个轻波本 只有一个硬盘位 电池占的面积很大 差不多快一半了 70瓦时 一条出热管 两个风扇好屏 一个长的出风口 内存自然是焊在主板上的 这是一个小的无线网卡 两边扬声器 金属的D壳也给借用 来给银盘做散热 载箱头和麦克风的效果 简单跑这个游戏 看一下每个机器之间的差异 刺客信条 英零电1080P的最低画质 这个机器游戏的表现 肯定不是重点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36帧属于是很低的 但战略率还要再低2帧 Singabog同样的CPU高26% MD的R5和英特尔的U7高41% MD的R7高63% 最右边最高的是台式机的3050 高一倍多 古墓丽影的最低画质 游戏的时候可以听到噪音 但可以忽略的那种 50帧也差 但是还是战略率更差 荣耀的同样的CPU高16% MD的R7高32% 最右边是英特尔的U7 这回雄起了一下高34% 最后坦克世界 是和其他机器一样的画质设置 1920×1200的分辨率 高画质就第三档的画质 这里呢 主要是看操作感受怎么样 因为碰光是增速的问题 还有一个操作感受的问题很重要 都没问题挺好 我开箱的这个过程的方式方法 特别可以让小白们看得懂 居然还有人说看不懂 还有人说我语速快 其实并不快 不能再慢了 那就还需要总结 坦白说我是一个性价比党 华为的机器基本上没有性价比可言 所以在本能上 我会不喜欢华为的机器 但是呢 这个机器也会有它明显的优点 比如说这块屏 我开始并不知道它是一个OLED屏 因为根本看不出来 我是因为它比正常的IPS屏更清晰 才去它页面看的 才知道它是个OLED屏 这块屏的实际观感非常不错 就因为这块屏拉回了我对它的印象分 机器的性能偏差 但不是差 因为战66那种机器的性能才叫做差 而且这个机器除了性能差以外 基本上没有什么产品本身的缺点 而战66除了性能差以外 基本上也还是缺点 不过这个机器在给配置上还是抠了一点 都已经6099的机器了 为什么不给1T的银盘 512G对于不用它做主力机器的商务用户来说 也许够 但是稍稍带一点轻度的生产力 或者游戏的话 那就捉襟见走 电源适配器也稍稍有点扯淡 明明可以更好一点 没贵多少钱 大家都在电脑上卷 为什么你想要在电脑上挣超恶利人 触屏对于Windows来说 聊胜于午 更多算是一个卖点 算是一个话术 但是你又会发现 现在会用电脑人越来越少 是真的会有人拿到电脑 也会用手戳屏 不过你如果是华为手机的用户的话 那触屏也是有一定的使用场景 或者你给用户演示一些图文的时候 也可以用得到 并且我也不吝啬夸奖 这块触屏是我过手的那么多触屏的机器里面 观感最好的屏 产品以外就是价格6099 结合它的性能 结合它的配置 这个价格并不好 但是它是一个不错的OLED屏 横比的机械OLED屏 基本上都没有很便宜的 所以又拉回了一点点性价比 那就见仁见智了 机器整体的颜值做工质感都很不错 包括重量1320个也不错 但是我个人非常在意的是 少一个USB-C口很不便 市场需要像这种机型 但是非常不建议学生党考虑 你们应该买一些更便宜的机器 让父母掏钱掏得更轻松的机器 你们自己挣钱的话 那就随便怎么花了 那就没什么了 最后开箱机折价 我是6099京东买的 那就减800会减吧 就是52局会随机的时间上吊了 我们的网店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 搜中正评测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在微信里面 搜中文的中正电脑 不是中正评测 不是中正测评 是中正电脑就这样 拜拜